1月6日 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涌向美国国会大厦 封锁了国会 与此同时 副总统彭斯拒绝了总统要求推翻特朗普败给民主党人拜登的要求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谴责国会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企图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推翻路障 与警察发生冲突 并且涌入大楼之内 当议员们在里面会面 正式证明拜登在11月3日的选举中战胜了特朗普时 示威活动爆发 执法部门努力维持秩序 一群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对拜登的胜利提出了反对意见 参议院和众议院突然出人意料的修会了